大家好,我是鸡腿,欢迎收看我的频道,张三丰为何终身不娶老婆,把他七个徒弟的名字连起来读,就明白了,新年画山枝巅,云雾缭肉间,道袍飘飘的少年,眼含星辰大海,踏破红尘界限,他,名为张军宝,后世称三丰真人,武当派的创始人,武林中的一代宗师。 少年时,他遇见了如月之清,如风之灵的国祥,那一刻,仿若命运的钟声,在他心中缓缓敲响,然而,缘分如流水,终究未能凝聚陈海,从此,张三丰的心,藏着一段未静的情缘,化作岁月长河中的一抹叹息,张三丰与国祥处语。 张三丰,原名张军宝,生于风云变幻的江湖之中,少年时,他仅是少林寺中一名不起眼的小婆,日复一日,埋头于金阁之中,整理着陈锋的经书,无意中揭开了武学的神秘面纱。 绝远大师,少林之宝,眼光独到,一眼看穿了张军宝身上潜藏的武学天赋,于是乎,张军宝踏上了不凡的武学之路。 由九阳真经开始,他的内力日渐深厚,虽武艺尚浅,但天资聪慧,一招被灰眼识破,化山之巅,命运的转折。 萧香子,尹克西贼心招掌,窃取九阳真经,绝远大师携张军宝下山追寻。 此行,不仅是追回真经,更是张军宝命运的转折点。 在那青山丽水之间,张军宝首次遇见了郭祥,他,如同山中的游览,倾心脱俗。 张军宝虽年少,但那心深处,已被郭祥的灵动倩影所出动。 在于尹克西的较量中,张军宝虽即不如人,但凭借一腔热血和不屈一指,终得胜利。 战后,郭祥轻巧地上前,为他包扎伤口,那一刻,张军宝心中情感萌生。 郭祥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底。 自此,张军宝的心中多了一份对郭祥的深情,成为他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。 从此,张军宝不仅在武学上日渐清进,更在情胆的世界里,对郭祥抱有一份深深的情愫。 而这份情愫,未曾言明,却如影随形,伴随着他的一生。 两年后,郭祥上少林寺寻养过魏国。 临行前,他将一对铁罗汉赠给张三丰。 张三丰手握铁罗汉,感慨万千,却无言以对。 一旁的绝远大师望着这一幕,心中叹道,军宝啊。 你的心,恐怕从此不再宁静了。 郭祥离去,张三丰目送起身影,耐心波澜万丈,却未能开口表白。 郭祥回眸一笑,留下深深的眷恋,咱们便此别过,后会有期。 随后,张三丰因诬陷遭追杀,在逃亡中再与郭祥,两人被绝远大师救出。 共同学习九阳真经的部分内容,绝远大师临终前,将其传授给他们,张三丰与郭祥只能记住其中一部分。 分别时,郭祥将金四卓赠予张三丰。 丁卓,若有危难,可知襄阳寻我。 张三丰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,怕知道郭祥的心思并不在他身上。 缓声道,郭姑娘,我铭记于心。 郭祥微微一笑,转身离去。 张三丰紧握着金四卓,心中明白,虽然自己心系郭祥,但郭祥的心早已远赴他方。 在那一刻,他的心中既有感激,也有无尽的黯然。 张三丰望着郭祥远去的背影,心中千回百转。 他明白,这一别,或许便是永远。 此后,郭祥继续寻找杨过。 张三丰则独自创立武当派,一见杨过无终身。 在漫天飞雪覆盖的风陵渡口,郭祥处于神雕下杨过,这段缘分的开端。 恰如金庸笔下所写,风陵渡口出相遇,一见杨过无终身。 郭祥的故事,可以追溯到强暴时期,但他对杨过的情感之涯,是在风陵渡口那场大雪中悄然猛发。 小龙女跳崖十六年后,郭祥闯荡江湖,疑似大雪天际中,被困于一座客栈。 他听闻了神雕侠的传说,便开始了寻找杨过的奇妙旅程。 原来他就是神雕侠杨过。 郭祥惊叹,心中对这位英雄充满了好奇与向往。 在万寿山庄的相遇,让郭祥对杨过有了更深的影响。 杨过骑着大雕,脸带面具,神秘莫测。 他们的第一次对话,简单却深刻。 小心点,这些野兽不好惹杨过温声提醒。 嗯,谢谢你,郭祥轻声答谢,心中暖流涌动。 后来,在黑龙潭沼泽地的旅程中,郭祥跟随杨过,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。 郭祥在冰面摔倒,泪水流露出他的脆弱。 别哭,我带你去。 杨过握住他的手,语气中带着不易插血的关切。 到了英雾处,杨过与郭祥的手掌相碰,郭祥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悸动。 他懂得了心中的情感,但也知道这份感情的不可能。 你知道吗?我一直在寻找你。 郭祥低声说道,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感。 杨过漠然,他的心中充满了小龙女的影子,却也被郭祥的真诚所触动。 在郭祥十六岁生日时,杨过实现了他的愿望。 他献上了三份大礼,帮助襄阳城抵御外地。 璀璨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,象征着郭祥对杨过的深情。 从此,郭祥的心中再也容不下其他人。 风铃渡口的飞雪,黑龙潭的灵火。 襄阳城空中的烟火,都成为了他心中最美的回忆。 最后,郭祥在江湖中漂泊了二十余年,只为了找寻杨过的踪影。 他的爱,如同一场悲众的旅程,注定无法有结果。 你要去哪里,张军宝担忧的恩,天涯海角,我也不知道。 郭祥眼中闪烁着坚定与期待,即使是一场悲剧,他也愿意追随这份爱到天涯海角。 张三丰的弟子们,名字的隐喻,在武当山的清晨。 阳光透过古墓,照射在张三丰的院子里。 他目光深邃,手中把玩着一幅画卷。 画中的景色,正是他与郭湘相遇之地,少石山。 那远处的桥梁,水中的连州,山间的松涛,都历历在目。 他的七位弟子,每一个人的名字,都与这幅画中的景致有着不解之远。 大弟子宋远桥,名字中的远桥,仿佛映照着那座通往回忆的桥梁。 二弟子于连州,则是那幅画中的景伯连州,承载着他对郭湘的思念。 三弟子于代言,他的名字中的代言。 犹如山中的坚硬诗言,见证了张三丰的坚定与忍耐。 四弟子张松兮,名中的松兮,似乎在诉说着山间溪流的沉沉,带着岁月流逝的生烟。 五弟子张翠山,他的名字中有翠山。 那是山中的清脆,也是心中的一抹温柔。 六弟子一离亭,明东的离亭,如同山中的一座小亭,寂静而又遥远。 最后的七弟子莫山谷,他的名字中的生谷。 宛如山谷中的回声,恐眶而深远,将这七人的名字连在一起。 便是一首诗,远桥清浅泛连州,代言南祖西松流。 翠山远看离亭里,尚有深谷空悠悠。 每当张三丰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弓下打坐,他的心中总会回想着这些名字。 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他对郭湘的深情与怀念。 终身未娶的心结。 在武当山深处,张三丰静坐于古墓之下,手中紧握着一对铁猪罗汉。 他的眼中似乎透着岁月的沧桑,但更多的是深沉的怀念。 昔日少氏山下,踏出与郭湘那位英姿飒爽的少女。 他的一笑一贫,早已刻骨铭心。 然而,命运如梦幻泡影,郭湘心细阳过。 而他,只能在武当山中默默守望。 夜幕降临,寒风吹过松涛,似在述说着一段未了的情缘。 张三丰轻拂着铁罗汉,仿佛在与郭湘对话,诉说着心中的情愫和无尽的思念。 那一年,郭湘送给他这对铁罗汉,成为他唯一的情感寄托,也是他对郭湘的唯一纪念。 其实,他知晓郭湘对杨过的深情,如同他自己对郭湘的默默守候。 在一天屠龙剧中,通过张三丰徒弟与连州的话语,张三丰的那新世界得以展露。 恩师说,郭女侠心中念念不忘于一个人,那便是在襄阳城外,非是击死蒙古大汉的神道大侠阳过,岁月荏苒,国乡早已远去,出家为你。 而他,依旧属后在武当,终身未去。 两人的命运虽有交织,却也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。 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,对待着那份难以割舍的深情。 张三丰知道,时光不可追,旧日的情感已化作云烟。 他选择尊重郭湘的选择,将自己的爱和思念深藏于心底。 在这份无声的守候中,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。 这样的宁静,或许正是对郭湘最深的敬意和爱。 既然时光不可追,又何须抢求。 张三丰自语,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哀愁。 他再次闭上眼睛,沉浸在武当山的宁静之中。 心中的爱和念想,随着山风轻轻飘散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,记得按赞。 订阅,分享和介绍给朋友,我们下集再见。